各位朋友好 非常欢迎您来收看 天下卫视的天下纵横谈 我是张台生 不久之前 一名12岁的少女 在纽约的家中 上吊自杀死亡 而这是一连串 一些大学生 高中生 还有初中生 在美国 还有在英国 他们自杀死亡的案例之一 而这些死亡案例 他们都有一个原因 那就叫做网路霸凌 一开始我看了那个新闻 就觉得怎么这么脆弱 这么容易就要上吊自杀 电脑关子不要看就好 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这个年代的 我们是跟着小孩子 我们是跟着电脑一起长大的 网路是我们的世界 然后那些网路上的人 都是我们的朋友 就像你们会在意 别人的看法一样 我们会在意网路 这个虚拟世界 他们的对我们的看法 为了表示自己已经长大 所以都不愿意跟父母沟通 那在这个时候 他受到了任何委屈 或是任何屈害 如果父母没有警觉的察觉到的话 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就是走上 被霸凌的一个机会 本周六晚间七点 敬请锁定天下卫视 天下纵横谈